中方对以色列国防军袭击连离部队阵地和哨塔,并造成连离部队人员受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谴责。 任何蓄意攻击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绝对不能接受,必须立即停止。 我们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对有关人员进行问责,并采取措施杜绝再次发生。 冲突各方都必须切实保障包括连离部队在内的全部联合国人员和资产的安全。 中方敦促当事方,特别是以色列,立即采取措施,推动局势降温,保障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安全,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甚至失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